吴星老师就是比较喜欢组CP嘛 在网上就那种跟 前两天要跟派卫卫卫组CP 还上热搜了 是不是 再调整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不想争第一呢 但有时候你也会成为 这个大家讨论的焦点 比如说像刚才大家都说 这个热搜榜的事 我确实是老上热搜 刚才那个谁说我是什么 组CP 菲菲说我是组CP爱好者 大家说谁上大本营 跟我组CP就能上热搜 其实我知道我这没那么厉害 因为都在跟我组CP的 都是男神嘛 男神本来自己就是自带流量 然后又很红 然后支持者又很多 所以一下就上热搜榜了 微博不是有一个东西 叫热搜榜吗 我的名字经常会跟 一些人联系到一起 然后呢 然后这些人的粉丝呢 他们就真的是 会长得难听 还有人说说那个 哎 无心这人吧 真的是挺无聊的 说挣了那点钱呢 全买热搜了 你看别人在那个微博上 买热搜是按天买 他包月买的 就是他们就一直说 说我吵错呀 说我的 说我吵错 说我团队吵错 所以我 所以其实我也很怕连累你 为什么 我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 我就会觉得 很对不起人家 为什么人家要替你承受这些 这个不应该是他承受 和面对的范围 我好怕呢 我想 我真的很怕 我就想说 我真的没有那么无聊好不好 我生活中有那么多喜欢的东西 我还没买呢 我把钱花在这干嘛呀 我就想在快乐的大美游 闷声赚大钱 不行吗